正值鬼月真的做什麼都容易倒霉嗎? 但這五種人鬼月就不贏了唷 農曆七月的普渡可是各賣場的大檔題 收藝員真的是數錢數到手軟 正值暑假不搭玩特玩不然要蓋嗎? 飯店住宿滿滿滿才不受鬼月影響 中原普渡燒紙錢給好兄弟 金子鋪老闆現在不搶業績是要何時搶? 凍著30度以上的高溫飲料店每天接單接到手軟 忙著穿梭各大樓快遞飲料 夏天要有好生台欣賞健康教練吧 不然拿來的人魚線事業線呢?